如果要杀人魔要杀我的话 如果是帅的话 不愧是什么都敢说的强强 强强16日 传潮辣出席活动 得到机会 当然是要问他一下 最近JOMEN和雷拉的胡麻事件 自称是繁毒大使的他 怎么看呢 人家发生事情的话 我们也不能 不能给人家说什么东西 但只是就我自己来说的话 台湾就是没开放 那我们也不能去影响什么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在哪里 就做什么样的事 所以这句话我也送给各位 我去荷兰不好意思 既然之 折安之啦 我都来了 所以别在烦我啊 懂吗 但我今天在这里 我既来之 我也折安之 我今天在加拿大 既来之 折安之 我找最好 最强效的啦 这个是我的概念 但是我们在这里 就是什么都干净 其他网红发生 其他艺人发生这件事情 我也觉得我不会去落井下石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 都有每个人的选择 怎么样的人生 我其实也觉得他们不用道歉啊 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啦 你为什么要道歉 你懂吗 有没有未来真的想当当看 反毒大使 之前不是刑警都不让我当吗 之前那个那个 哈孝兰不是都有提 提议嘛 警察都不让我当啊 对啊 他们搞不清楚 我真的是真心反毒大使 你们找了多少反毒大使 最后都真的还被 警察大妈被抓走的 我真的是宣导反毒 你们还不让我当 瞎了眼喔 你找一堆真的自己 好几届 昌认的 后来就被抓走啊 是不是跟刑事局谈话一下 刑事局算了吧 我刑事局组长 刑事局之后我来当 去死人 你最后跟那个妹妹 你有在联络过来吗 是没有啊 我是没有跟她联系啦 我妹妹也没有联系啊 所以 有没有没有 全部拿回来 这样跟大家讲 全部都拿回来 因为她之前还用我的抖音 敲女生说 哎呀她现在很缺爱啊 且也被她们两个拿走了 所以我必须跟大家讲 那个不是我 那我们抖音下来的 那个全切也拿回来了